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渴望能够做最真实的自己 而生命也应该回到真实 我们不能为了去迎合别人 就忽略自己的感受 要先爱自己才能再爱别人啊 因为只有具备爱自己的能力 你才具备被人爱的资格 因为只有你知道爱自己 你才真正学会了爱这项技能 今天送给大家一首诗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愿我们都能在新的生活中找回自己 唤醒自己 未来更好地去爱自己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作者 卓别林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才认识到 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 都只是提醒我 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 今天我明白了 这叫做真实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 是多么的无理 就算我知道 时机并不成熟 那人也还没有做好准备 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今天我明白了 这叫做尊重 当我开始爱自己 我不再渴求不同的人生 我知道 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 如今 我称之为成熟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才明白 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方 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问 由此 我得以平静 今天 我明白了 这叫做自信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 不再去勾画什么 宏伟的明天 今天 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 做自己热爱 让心欢喜的事 用我的方式 以我的韵律 今天 我明白了 这叫做单纯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 不论是饮食和人物 还有事情和环境 我远离一切 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 从前 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 但今天 我明白了 这是自爱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 不犯错误 我今天明白了 这叫做谦逊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我不再继续沉溺于过去 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 现在 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 今天 我活在此时此地 如此日复一日 这就叫完美 我们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 矛盾和问题 因为 即使星星 有时也会碰在一起 形成新的世界 今天 我明白 这就是生命 好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